HELLO 大家好 我是我不換拿鐵 剛剛有介紹 上一集介紹的就是 紅法傑哥這角色超級強 剛剛遊戲有點怪怪的 所以現在我們用下集的方式播報 就是紅法傑哥下面的打法 跟他的角色的特性 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好現在接到他的劇情 剛剛其實應該是Lag 我們看一下黃點的話就是出現了另外的兵種 現在我們看 海賊王三會有三個顏色的兵種 就是地圖上看到的 會有黃色藍色紅色是基本的 可是因為海賊王他的劇情來講 常會一些很特別的角色加入 然後所以說會變有第三方的勢力 所以就會有三個顏色 然後現在你看黃色這個就是 佛朗基他們家族的人 跑出來了 應該是黃色 我確認一下 等一下我現在Lag 好 現在我看一下 因為這海賊王三很重要就是 如果他地圖上出現就是有那種 藍色指標就是一個 類似一個路徑 你要把他幫忙 把他可能那個人死掉啊 或者是推不過去啊 他就 就結束了 你就要從頭來 沒錯 就要從頭來 就是這個地方 然後他隨時可以存檔 所以說如果今天 你玩一玩怕他死掉之前 或者是說 在打王之前的話 其實你可以隨時用紀錄 就是這個地方 攻略 來教教攻略 欸 那個 好 這地方有一個 確定要保存現在至今的進度嗎 按死 他就會保存 保存以後呢 現在所有的變化都不會動 按否沒關係 好 現在就這樣子 這邊你紀錄以後 你就要死了以後 他會從這邊開始 然後現在配置都是正常的 也不會跑掉 就是現在你現在到哪裡啊 多少兵啊 就會混 就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想玩最難的 應該也是沒問題 如果我講錯話 欸 到時候來看一下 再修正一下 現在目前就是要 掩護喬巴過去 喔 現在對人要多這地盤 我先87就好了 現在在哪裡 現在就是要幫喬巴殺出一條路 用電了就好了 來吧 氣功 電氣啦 不是氣功 就是講氣功 下面有一個在亮 等一下 下面是誰 現在先掩護喬巴 喬巴有不見了 喬巴你在亂找嗎 喬巴快走 我掩護你 四皇的 紅髮傑克掩護你 雖然四皇的紅髮傑克 目前漫畫裡面還沒有出現 就是 他真正的 招數啊 可是其實玩遊戲 他 大致上也看得出來 他主要還是 就是超強的劍器 跟霸氣的運用 然後 有點像是雷電屬性的感覺 有 他都雷電的東西 要不要練戰啊 往前衝啊 啊 魯夫 快被幹掉了 我先救魯夫好了 啊魯夫不能輸啊 跳大就有成長 不過這邊 魯夫 GG的話 啊 跑到遠路了 撐下去啊 因為現在是 章節啊 頭腦機還是第一了 所以他才還在那邊 攻擊魯夫 喔 還救魯夫了 這就是救援 剛剛出現綠色的 那個綠色出現的時候 就是要趕快通到綠色換 就是救援他 然後他就會死掉 死掉的話 基本上 裡面假設死掉就結束了 現在先幫魯夫一下好了 帥氣的紅髮捷克 對啊 超像 就是雷電的招式 雷電屬性的感覺 就是 現在才出現了 先殺下去就不好了 來吧 用我們的 夥伴劑吧 夥伴劑出來以後 好 我要留絕招了 因為夥伴劑在這下絕招 我現在超強的 小碎碎們 在捏雜碎 先捏雜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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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 小雜碧的感覺 霸氣 走一走 全都硬碎 爆炸 好 先翻上面 這邊有紅點 有 之王 無傷系列主要就是在這裡救援 你就是常常看到 莫名其妙 很強的角色 後來就 危急 那種感覺 要趕快救他 後來又要重玩了 我覺得紅髮就是玩起來很變態的角色 哇 這好多隻喔 他這下有炸彈 在炸我 我被抓了 可惡阿 來阿 吃我絕招 變實人 躲取地盤 就是說 你在這個區塊 如果說你打 人數夠多的話 這個地盤就是你的 躲取以後就會變成 這邊是OVER 那一陣子 有 有